什么叫看到我的立场 我在组织会我当然要公平啊 不要嘟到他 客气到他 嘟到我忘记的 我不吃你这一套啦 你在说什么 国会库全复议案 筹业协商开始没多久 民进党立委庄睿雄 就因为不买发言 顺序遭更换 和立法院长韩国瑜直接杠上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啊 你只能选出来 你叫做院长而已啊 那你继续喊吧 你刚刚才是轮到我 为什么你没有跳过去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会高了 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 天地良心 什么叫天地良啊 我尽可能公平 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 不是挑骨头啊 两人越讲 火气越大 周万来还伸手 拉拉韩国瑜手臂 试图缓家 但韩国瑜还是气到当场离席 而朝野战火不止如此 招躲在异场背后的小黄卫 你现在有没有真的主意在回答 现在是可以插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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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建民跟黄国昌 为了谁插话互相校正 尽管两个多小时的朝野协商爆发多次口角 但最后还是达成共识 拍板6月19号和20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同时行政院长卓榮泰列席说明进行巡答 6月21号进行复议案 禁明投票 当民意反复的时候 请国民党自己要去思考清楚 你的蓝鸟飞得起来吗 民进党铺天盖地服务院党所有重商抹黑 国会改革法案 蓝绿周遭隔空互呛 而现在复议案最终表决日敲定 行政预演强调在此之前 不会放弃任何沟通机会 对于蓝白立委的沟通 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 那持续来沟通 赖总统也非常的关心 期待能够朝野有效的对话 也能够更符合合线合法的一个程序 国会扩全法案朝野冲突不断 表决当天势必又会掀起一波狂澜 三里新闻郭斯文去到云台报道